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姑阿嬷有没有带小朋友一起去采买年货了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传统中国年啊 都要吃好多好多传统的食物 对不对 会去很多地方采买年货 那今天我们家的睡前故事 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故事啊 也是跟年货不是年寿哦 是跟年货有关的一本绘本 叫做一家人的南门市场 南门市场啊是一个很有历史的一个市场 那这一本绘本呢 里面画了很多南门市场里面的真实场景 待会我们就来说这个故事 那在说故事之前呢 小妹妈妈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南门市场的历史了 小朋友 爸爸妈妈有带你去过南门市场吗 南门市场是在台北市 那其实它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啊 已经跟之前的位置不一样了 现在是在杭州 爱国东路和杭州南路口 但是以前是在捷运的南门市场站 所以它现在已经搬家了 那今天呢 我们也去了南门市场 带小妹还有小妹的阿嬷 小妹的外婆 我们一家三代呢 一起去了南门市场逛一逛走一走 我先来访问一下小妹 请问一下小妹 你觉得南门市场好玩吗 她现在正在吃 我们今天从南门市场买回来的 葡萄干 南门市场好玩吗小妹 不要只顾着吃 好不好玩啦 好玩哦 哪里好玩 好玩 怎么怎么更好玩法 你要对着麦克风说 无敌大 南门市场真的很大 而且它有两层楼 楼下都是卖吃的 还有一些卖衣服的地方 那楼上有一点像是美食街 还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有平面停车场和楼上的 在天空不在天空 在二楼的外停车场 所以其实车位还蛮多的啦 如果说是逢假日 或是过年前的话 稍微排一下 应该很快就可以排到位置了 所以你觉得南门市场 很大很好玩 还有咧 哪里好玩 哪里好玩吗 你觉得 阿姨很亲切 阿姨很亲切哦 你说在南门市场里的店家 你的阿姨很亲切 对因为阿姨看到它就一直塞 那个汤果饼干 有那个给妈妈吃壳的 哦 有给妈妈吃杏仁果壳的阿姨 没有它是连壳一起给我 是我自己忘记把壳给咬开来了 是我自己的不对 但是真的很好玩 那大家都很亲切 会一直给你试吃啊 所以这是南门市场的特色 那你觉得跟我们平常去的大卖场 有什么不一样 对麦克风 大卖场有游戏机 哦 大卖场有游戏机 还有夹娃娃机 哦哦哦 有游戏机和夹娃娃机 可是南门市场没有啦 它真的是 还有扭蛋机 还有扭蛋机 南门市场是专门卖食物的地方 是有多少有点不一样 那跟黄昏市场比呢 我们不是常常去黄昏市场 买煮熟的食物 你觉得南门市场跟黄昏市场比呢 比较喜欢南门市场 你比较喜欢南门市场 为什么 因为黄昏市场没有冷气 哦 黄昏市场没有冷气 因为是传统市场 但是南门市场因为是在室内 在一个很新的新大楼里面 所以有冷气很舒服哦 好 来跟小朋友介绍一下南门市场的历史 南门市场是台北市规模很大又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市场 里面有卖华人圈最知名的大江南北的食材 不管是已经做好的食物或者是食材 比如说火腿呀腊肉啊香肠啊这些哦 南门市场里通通都买得到 以前是在捷运的南门市场站 现在呢南门市场站那里的呢 要原地重建 所以以后会盖一个新的 更大更漂亮的南门市场 那现在就移到了爱国东路和杭州南路口 叫做南门中继市场 好了我们要来说故事了 你不要一直吃 你这样一直吃待会吃不下饭了 我们来听一家人的南门市场吧 来开始说故事咯 哎别吃了我们要看故事了 好 来 哇 今天呢一家人的南门市场 阿嬷看到了 这个过年快要到了 她就找她的小孩 她的小孙女一起说 你要不要跟阿嬷一起去传统市场啊 小孙女儿就说 哇好棒哦 一定要吗 一定要 我最喜欢逛南门市场了 这样小妹今天跟阿嬷一起去逛 就是一起逛南门市场 就会很开心 好 他们到了南门市场以后 哇 他们家常常去我泡车 谢谢 我泡好吃的葡萄干会不会一直流口水 南门市场什么都有卖哦 大江南北的小吃都有 而且满满的色彩也很缤纷 很喜气 你如果去了南门市场一定会觉得很好玩 那阿嬷呢带着小英 这个小女主角叫做小英 一起去了南门市场以后 就遇到了邻居王奶奶哦 王伯伯 是奶奶 王奶奶呢 你不要乱塞了 王奶奶呢也去逛了南门市场了 小英就说 王奶奶早安 你也来南门市场买菜啊 晚上去 嗯 他们是早上去 大部分买菜都是早上去 南门市场晚上也没有开 好 那阿嬷呢 就是王奶奶 王奶奶就说了 南门市场里啊 有很多其他市场 买不到的东西哦 对 我们今天去南门市场 很多在我们家附近的市场 或者是大卖场 是传统的市场 才可能买得到 像现代的 大卖场啊 或是便利商店 是买不到的食材 王奶奶说 有许多啊 江浙风味的小菜 我刚刚买了 有名的冰糖蜜莲藕 等一下来我家吃吧 哇 王奶奶买到了 想买的东西 特别开心 我们也有买这个哦 冰糖蜜莲藕 就是在这个 莲藕中间不是 肚子中间很多 一颗一颗的洞洞吗 他们把这个 这个甜蜜蜜的冰糖蜜过的 这个糯米塞在莲藕的洞洞里面 好残忍哦 怎么会残忍 他是莲藕哦 这是哪里残忍 把这个糯米很甜很好吃哦 塞进去后再一起蜜 整支这个莲藕拿去 用冰糖熬煮 真的好甜好好吃哦 这个 这个叫做冰糖蜜莲藕 其实很多很有名的 小妹你不要一直玩我们的食物 待会怎么吃啊 还有这个冰糖蜜莲藕的同一家 还有卖这个 这叫心太软 也非常好吃哦 心太软 心太软 很容易就上心的心太软 它有两种口味 一种是这个 麻糬口味 年糕口味 然后塞了一个年糕在里面 吃起来很像麻糬 另外还有这个芋头口味的 两个都很好吃 真的那个很甜蜜蜜 就是以前人吃的零食啦 不像我们现代人啦 有什么巧克力 什么那么多零食可以吃 以前 饼干糖果 对像很多饼干 哈 像有很多饼干糖果 那以前呢就是吃这种 用功夫菜的方式做的一些 很好吃的年菜 哇 王奶奶好开心哦 紧接着下来呢 他们买了这个蜜的莲藕 蜜的心太软之后 还有一些熟食可以买 那他们就决定说要来买粽子了 粽子啊也是我们华人很多节日都会吃的 除了你知道什么节日吃粽子 你想一想 华龙舟的节日 是什么节日 要有提示你吗 端午节 端午节 端午节吃粽子之外 其实过年也有人在吃粽子哦 也是一个很好的意念意境这样子 那小英呢说我最喜欢吃南园 我们这次也是买南园的 我的那个酒酿也是买了南园的 酒酿 酒酿汤圆吃 哦 还有冬至的时候吃酒酿汤圆啦 酒酿 酒酿啊 好 我们什么节日也都可以吃酒酿 梁汤圆也是很好吃的 小英说啊 在绘本里的小英说 哦 你吃完了好好别再吃了 他说我最喜欢吃南园的粽子了 而且呢 哦 粽子还有分很多种耶 哦 小朋友要学一学 哦 这个阿嬷 这我们在书里面看到的 现在看到的这个正在包粽子的 头上有这个红布巾的阿嬷啊 我们去了南园之后 南园粽子店之后 真的看到这一位阿嬷了 我们可以在照片里面看到 是本人哦 我们跟本人合照了 阿嬷现在还是很硬朗很健康好开心哦 好 南门市场里的粽子店卖的粽子啊 可多种了 小朋友你要认啊 还要花点时间呢 有北部粽 南部粽 湖州粽 还有我们家很爱吃的这个是潮州粽 阿嬷在那里 阿嬷在那里 对 潮州粽还有分有包蛋黄的 没包蛋黄的 好 有好多种粽子哦 哇 每年呢 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呢 市场就会很热闹 但过年的时候也是可以买的 好 那冬至的时候就是买什么 哈果 其实也可以吃这个哦 这个叫做 这不是糖果 这个叫做汤圆 小汤圆 我们冬至的时候可以吃一下 那这个汤圆 因为小妹喜欢吃粉红色的 所以我们这次买了整袋 都是粉红色的很过瘾 晚一点我们可以来煮汤圆吃 好 市场超热闹的 这个王奶奶说 你们下次也可以来吃吃看 我包的粽子嘛 哎呦 王奶奶自己也会包粽子 以前我的奶奶也会包粽子 可是我的奶奶去当小天使之后 我们就没有吃过自己家包的粽子 后来我们都是买外面的粽子 好 要讲讲历史了哦 绘本上现在是这么写的 早年的南门市场是在中正 新年堂的附近是一栋平房哦 搬来呢 后来的行政大楼大概有30年现在改建 那这个大家都跟南门市场一样啊 经历了30多年有好多的故事哦 而且市场是几乎每个家庭天天都要上市场去买菜的 所以大家都有共同的回忆 不过呢 南门市场跟一般的传统市场是不一样的哦 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就是它的南北杂货还有菜色是特别的多样化 因为以前的南门市场附近呢 有很多政府机关 它在博爱特区嘛 有很多的政府机关 那政府机关里面呢 比较多的是浙江人江浙一带的这个官员 所以说南门市场因为靠近了政府机关 所以以前卖的大部分呢 有很多江浙的菜色 所以我们可以去吃什么东坡肉啊 什么盐堵汤啊 那些都是江浙一带的比较有名 比较传统的一些食物 王奶奶还记得呢 几十年前还曾经呢 他经常会遇到一些官夫人坐着黑头车 以前说的那个黑色的轿车 叫做黑头车 以前可不是人人家里都有办法开车的 那样很有钱或是坐官的人才可以开车 所以他记得几十年前啊 常常会见到这些有钱人家的太太 或是管家坐着黑头车来南门市场买菜 好 紧接着他们就到我们也到的这一家哦 异常御方 异常还是异长啊 应该是异常哦 异常御方 小鹰呢看到他的妈妈也来异常御方 才买他爱吃的这个 江江心太软 心太软你不要跌倒 小鹰你帮我顾着我的心太软 好 心太软他们在买了 因为心太软啊好甜好好吃哦 那他就拉着阿嬷过去了这个熟食区一起去逛了 小鹰的妈妈说 南门市场有很多呢 卖熟食的店 买回家啊就能够摆上桌了 我就不用煮饭了 对我们这些职业妇女而言 真的是太方便又太好吃了 嗯 连厨艺很好的王奶奶都说哦 那这里的菜色丰富啊 我们家偶尔呢也会买点现成的东坡肉 红烧烤骨回家加菜 味道是很好的 有这些呢 妈妈都不会做 但是妈妈都会买 还有会帮这些好吃的食物拍照 好那接着呢 小鹰的爸爸拎着刚买的红豆松糕来汇合 我们有去看松糕他现场做堆了好多圆圆的一个一个人 记得吗这些松糕旁边还有卖这个八宝饭 他用手直接这样 对就敲敲敲然后就可以这样弄出来了松糕 最后面有带松糕 哎呦那他不是会烫死了吗 没有因为他不会直接碰到食物啦 那红豆松糕呢也是江浙人的年糕 跟我们现在吃的这种年糕比较不太一样 它是比较松的 就是好像是那个把淀粉磨成粉之后蒸出来的 那但是他的口感跟年糕这种绵密的口感就不太一样 它比较那个干松一点 好小鹰的妈妈好喜欢吃这个松糕 听说是蒋中正总统夫人蒋宋美玲最爱吃的糕点的松糕 那爸爸每次都笑他妈妈是蚂蚁人 所以很爱吃甜食 因为真的很好吃啊 好接下来呢阿妈牵起小鹰的手 她们想要去买文火杂粮 那小鹰发现好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食物 都出现在南门市场哎 比如说加拿大的红豆 美国的核桃 哇好多国家的食物哦 这里简直就像是一个小小的联合国一样 没错妈妈也说了 嗯现在的赛食场就能买到国外进口的苹果和奇异果 现在已经全球化了以前那可没有这么方便呢 对啊这个随着时代的进步 现在的这个蔬菜水果有很多都是从国外运进来的 跟以前就是不一样 现在要买就比较方便了 好接下来呢惠本又带我们来到了一家店叫做万有泉 这个万有泉很特别哦 你看上面挂了好多香肠哦 我们到了现场的时候看到 好多香肠 好多各种不同的蜡肠 广式的香港的 还有干肠 还有什么特级蜡肠 还有大火腿 好多哟 响应到现场看到了也很兴奋哦 嗯阿嬷就说啦 这家店卖的火腿一块一块采用小包装 我也有买的我忘拿出来 小包装一块一块的火腿在煮汤的时候就可以丢进去 不管是鸡汤还是那个排骨汤丢进去后一起煮 就会特别好吃一小块一小块的腌火腿 还有呢我们看到招牌这个万有泉这个招牌 这三个字也是有历史的哦 原来啊是当初老板呢拿了两只精华火腿 拿火腿去换了 请了一个很有名的书把家叫做余佑任 写的字哦万有泉 所以是非常有特色的 哇原来啊在菜市场也有这么有名的秘书品呢 好所以说这真的是随着时代啊 这个是有很多很多时代的故事的一个地方南门市场 阿嬷继续跟小英说这个故事了 她说你看小朋友你们看这个是以前古时候的南门市场是长这样子的 现在要买到世界各地的东西很容易 以前市场呢大多是卖自己家生产的 或是自己家种的稻米蔬果 或是食物挑起担子啊往人多的地方叫卖就可以了 后来人越聚集越多就变成了市集 好除了这样以外呢 早期的市场啊通常都是露天的 不像现在有些市场 还有像南门市场 还有屋顶在房子里面 还有好凉好凉的冷气 以前不是哦 以前都是露天的 就是没有天花板的 是开放的开阔的在广场上的 一直到了日治时期呢政府讲究卫生 所以才在西门丁盖的第一间公有市场的建筑物 叫做新起街市场 这个是古时候的历史 后来经过慢慢慢慢的演变啊 还有家人市场啊 有黄昏市场啊 有超级市场啊 慢慢的演变 猫猫猫方便 哦还有对对 还有网路商店 现在买东西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 所以小朋友可以呢 跟爸爸妈妈 选你们喜欢去的地方 他说以前也飞过了 什么你说什么 他叫野飞的 因为时代过了 哦时代 他的时代过 谁的时代过了 小英 小英的时代哦 没有没有 小英现在还是小孩子啦 那这个我们要回忆以前的事情 以前爸爸妈妈的小时候 或者是爷爷奶奶的小时候 那买东西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好 紧接着下来呢 哇这个南门市场 除了熟食之外 也有蔬菜水果的哦 又生鲜的食材的 那这个菜摊的老板呢 对自己家卖的菜啊 超级有自信的 老板说 我们吃的菜啊 是从农夫的手中 经过批发市场 再到市场来卖给客人的 我啊不是什么都卖的 我上了菜做二两万 哦你说碳排放量 对不对 可是没有办法 因为它不可能 它是菜摊 它不可能种了20种蔬菜 可是它如果去批发市场 批了这20几种蔬菜 它的摊子里面 就可以一次卖20几种 让你的客人能够更多的选择 28种 有可能哦 而且老板说 我只挑当季最鲜美的菜来卖 嗯 他对自己选的菜是非常的有自信的 而且呢 他们买的时候啊 以前的这个传统市场 还会说 好你买菜呢 我就送葱来当你的配菜 买多的话呢 零头也不算了 比如说你买了205块 老板可能就会跟你说 算你200就好了 这个就叫做零头不算 有36 哦这个老板有36种菜哦 好真正是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的地方 除了这个以外呢 它还有卖肉干的地方 有卖零食的地方 我们这次去找啊 有找到这个肉干店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去了肉干店 小妹就有挑选的是 花生米 我原本以为好棒哦 小妹呢 请阿嬷买了一包肉干回家 可以吃肉干了 结果打开很兴奋打开一看 是花生米 好的也可以 也是有很多人喜欢吃 我们家爸爸就吃花生米 好吧 可能是阿嬷疼女婿 买给女婿吃的花生米吧 好你看 什么东西都有卖 什么样的东西都有卖 回到家之后呢 大家也肚子饿了 就把刚刚买到的现成的菜啊 一起热一热 或是再炒两道青菜 包括了粽子 你看他们有冬锅肉 还有这个他们也煮了盐堵汤 对不对 盐堵鸡汤 还有这个像挂包的里面是那个蜜汁火腿 新泰染他们也有买 八宝饭他们也有买 还有吃年糕 真的好丰盛 还有松糕耶 所以大家都好高兴哦 全家人聚在一起 阿嬷呢脸上也充满了笑容 阿嬷觉得好幸福哦 阿嬷说 一起到市场买菜 回家煮饭吃饭 真的是太好啦 对真的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 而且小鹰已经等不及了 他大声的喊什么 小妹大大说什么 怎么办 不是啦 他说 开动了 怎么怎么办 开动了 可以开始吃了 好高兴哦 满桌的菜 可以充满着日常的幸福味 这个就是这一本一家人的南门市场 我们介绍跟大家分享的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绘本 小朋友可以拿着这本绘本 然后请阿公阿嬷或是爸爸妈妈 带你们去南门市场去逛一逛 看看是不是里面的相片啊 跟现场是很像的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那你看今天我们也买了那么多的熟食 所以待会我们可以热一热这个牛肚啊 还有我们买的这个很好玩的东西 它叫做凤球哦 牛肚不能直接吃 牛肚也可以直接吃 牛肚不用热 像凤球就可以 牛肚好啊 你吃吃看吧 你刚刚有洗手吗 真的吗 你应该是没有洗 妈妈抓 你没有吧 妈妈抓给你吃好了 这个是小妹刚刚在那个 异常浴缸买的 牛肚不知道好不好吃 好 那我们家今天买了这么多的熟食 无敌好吃 无敌好吃哦 还有这个你看 我们还买了很多花卷啊 包子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来热这个牛肚 然后蒸包子再蒸粽子 然后晚一点我们来煮一个小汤圆来吃吧 好棒哦 好豐富哦 大爷祝硕的小朋友 还有一起收看节目的爸爸妈妈 鼠年行大运鼠年发大彩咯 小妹跟大家说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快点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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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